我们先要明白什么叫做死力,什么叫做音力 手腕完全是不懂得放松,还有你的手指也不懂得放松 这个叫做死力,死力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每一下换言,你都会有一个口音,有一个重音 我们其实是唱歌,只不过我们不是用声音去唱,我们是用乐器去唱 如果我们唱每一个音都会有一个声音的时候 我们拉琴,或者我们玩其他乐器都不应该是有这些控制不了的声音 如果你用死力的话,就是会有这些声音 每一下换言,每一下换弓,甚至每一下换把都会有声音 当然这个是关左手事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尝试明白什么叫做音力 曾经有一个钟提琴的先生跟我说 我们不要想着加多少力到弓道,加多少力到弓道 如果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是很主动的,和方向是向下压的 你这样的用力就是偏向死力,是很容易会有action 你要感觉,你要幻想,你的手不是压下去 你纯粹是顺着地心吸力,是沉下去 你试试感觉一下,这支弓,连上你的手腕和手臂的重量 你是被弓,弓毛慢慢跟条弦接触 其实这个重量一向都在,我们是好像托着它,我们是视乎情况 有些时候是要托多些,什么时候托多些呢 就是在弓筋的时候,或者在弓筋拉走依然的时候 那当然不需要那么多力,那你就要托起它了 弓尖拉着G,还要高把位的时候,那当然不需要怎么托 你觉得这支弓是沉下去,比是压下去,那个感觉不是那么直接的 不是说要,如果我叫你用针去刺某一样东西,不是那个力 不是那么尖,那么硬的 幻想一下,搓面包,就是面团,你会怎样用力呢 你不可以一下子做面包出来,你都是要搓的 没错了,我想是猜这个字 我们去猜一些好的音色出来 最简单就是找一个小过全尖的小提琴 那个我们叫它做八分七琴 有些人就叫那个做女装琴 因为介乎四分三和全尖之间的小提琴 但大家要知道,八分七这个尖的小提琴是很难找到的 因为也不是那么多人用的 所以不是那么多人用的,也没有那么多小提琴厂去做出来 如果你找不到一个八分七的小提琴 和配上它这个尖的小提琴工,那怎么办呢? 你拿着一支全尖的小提琴工,其实都可以的 那方法就是你拿上一点点 就不要拿在平时我们说的那个厄位那里 拿上一点点,可能是拿在那块皮里那里 这样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 这支工是灵活很多啦,轻巧很多啦 还有,你真的可以拉完全弓 拉下工的时候呢,会编去指板 然后上工的时候呢,又会去了马仔 那这个是第一个原因,你会有杂声啦 如果你说不是喔,我这支工很直的喔 在正、指板和马仔之间的喔 那会不会是,你拉的时候 你的手是不自觉地碰到其他弦呢? 譬如譬如譜上面那个音,或者那个乐句是在A弦 但是呢,你拉到第三个音的时候呢 你的手就沉了下去旁边,向右边沉了 那就碰到E弦啦 或者你上工的时候,你的力不是直的 即是不是同一个方向 你是上到一半的时候,向低音那边 跌了下去,那就会碰到D弦啊,G弦啊 就是这样,这个就是第二个原因啦 那你说,那不是喔,我好像都没有啊 但我觉得不会的 一定是这两样,其中一样 或者是两样你都有 或者有时呢,第三个情况 这个不关右手事,这个不关左手事 就是你的手指不干净 你明明看到那个音呢 很上面那个音呢,是要按A弦呢 才是拉到的 譬如,可能一把位A弦的三手指 那那个是D弦啦 空弦那,拉到的的 但是呢,你按的时候呢 你原来手指是 可能是很扁的 你很扁的时候呢,就会碰到其他弦的了 讲一些关于手指 如果你是扁的时候呢,你的力呢 是在这个关节 这个关节做出来 而在真正按下 那条弦道的部分呢 就是手指头呢,是没有力的 你明明用了力,但其实它 你按的地方可能是 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位置 可能按了旁边的那条线 或者可能是扁到 或者你手指不够 就是不是站起来的那样的按 你这样平的话 你看这一角 那就会碰到其他弦的了 碰到依弦 那然后再加 可能你的右手又不干净 那就会出到这些雜声咯 听到这些雜声呢 一定是自己做了一些事情出来 试试,找一下 是出了什么问题 练的方法 慢练,拉空弦 拉练习曲的时候呢 不要那么快 不要追求的速度 不要没有耐性 你问自己 你拉这五个音 我就是拉这五个音 这五个音 有没有 雜声 不要那么轻易 让自己拉一些雜声出来 明明听到 跟着又说听不到 你听不到 那是很有问题的 那你也听不到 那为什么人家要听到呢 我应该听到 你听到什么 是什么 我应该听到 你也听到 你听到我 你应该听到